大家早晨 说这么快,圣诞节假期又到了最后一天 今天港股假期分析 我会跟大家讲讲 五大市值股份的短期表现比较 哪五个是最大市值股份呢? 各位看看这个表 第一位是 30658亿港元的腾讯 第二是阿里巴巴 只有18325亿 一路数的话 美团 建策银行 和中国移动 就是今天我和大家比较的五个股份 如果你再看六至十位 是友邦保险 汇丰控股 京东集团 中海邮 和港交所 有没有留意到这十大市值股份的排行 比先几个月前有些变动 多了些 非科技股 以前有很多是科技股的 OK 接下来看看 比较 第一章 我们讲短期 短期投机 是一星期至一个月 虽然我们是短期投机 也要知道中线投资的情况 因为如果中期的形势向好 短期投机做好 是好处的 中期形势向淡 短期投机做淡 是逆水行周的 难度比较高 我们也要知道 中期是一个月 至到 半年 所以我说半年 由六个月前开始比较 六个月前 2022年6月23号 到刚刚过去最后交易的收市 2022年10月23号 刚刚半年 头五个 腾讯 阿里巴巴 美团 建设银行 中国移动 我们就和 最具代表性的 代表反映港股大市表现的恒生指数比较 这就是 假设 你在2022年 6月23号 收市持有 恒生指数 你当作是盈富基金 以及相同的 金额 持有这五个 五大市值的股份 你半年之后 看着 你的表现是怎样 荣辱互见 看看 有一只 是令你赚钱的 就是941中国移动 赚了10.779% 令你输了最多钱的 就是阿里巴巴 令你输了19.907% 如果你有两个朋友 一个朋友 在这半年之内 持有阿里巴巴 一个持有中国移动 两个成绩就差很远 期间 恒生指数跌了7.9016 我们看看 跑赢恒生指数 最好 只有两只 第一只当然是 升了10.779% 中移动 第二只 跌幅比恒生指数 小的 4.811% 就是美团 中移动和美团 其他三只都跑输了 如果再要 排个次序 当然 中移动第一 最好 接着就到美团 第三 建设银行 第四 是腾讯 第五是阿里巴巴 表现最差 短一点 时段 三个月 由 9月25日开始计 情况是否改变呢 恒生指数期间 升了9.25% 表现比较好的 看看 有一只 没有起跌 就是建筹银行 第二只 好一点 就是 中移动 都是这两只 表现最差的 就是恒讯 恒讯 对不起 我看错了 原来是正 看错了 再来 表现最好的 是 恒讯 升了16.436% 接着 就是 比团是14.286% 第三 阿里巴巴 升了10.332% 都是表现好 恒生指数 而表现最差的 就是没有起跌 建筹银行 而第四位 就是 中移动 升了0.193% 你看到 这三月期间 那些 头的三位 全部都是科技股 是抬头的 科技股表现 短期了 一个月 一个月比较 恒生指数 升了11.808% 表现最好的 科技股 美团 32.37% 接着 阿里巴巴 14.72% 腾讯 13.5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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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三个都是跑人 恒生指数 跑输 非科技股 就是 升得 1.74% 建行 差很远 表现 表现最差 相对地 就是升得1.57% 中国鱼党 这两个 排在尾 这两个都是跑输恒生指数 好了 看完这里了 看完这里了 我们逐个 五个股份 逐个跟大家讲讲 先看看 腾讯 我们来看看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短期 短线投机 RSI 谓是 欠守在五天平均线上 明显点我不说 大家懂得看 例如 价格高 比 保利加多数 中座高 比SAR STC%K 上回到%D 未成功 MACD 还未发出 双红卖讯号 即是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之中 三个利好 两个利答 短期形势偏好 说是很漂亮 不是 短线投机 行不行 行 不注码 只适如用小注 分三足注码 小注 中注 大注 来计算 只适如用小注 这就是五个主要技术分析 指标的情况 现在暂时看到 股价 应该在这个低位 今月20号低位 306.4 和这个高位 328.8 是19号高位之间 等突破 不知道 如果向上突破 就代表 198.6 是12.25的低位 升纳美元 还未完 或者可以说 从这个低位 首云28号低位 259元 升纳美元 否则跌出来 我们就要看 这个数字 这个位 刚才说的 306.4 能不能走 不能走 可以跌深一点 跌深一点 这就有什么 我们从这里开始量度 326元 不是 1328.8 起点是 三二百五十 二百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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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六九 回落 0.382倍量度 就是302.1 四 这个也搜不到就麻烦 看三个 302.14 看哪三个 0.5和0.6 配量度的目标 分别是293.9 和285.66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前升浪顶 11月18日 302.8 302.8 比302.14 为高 所以这两个 当一个看就算了 说完腾讯之后 我们就看第二个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五个珠技术分析指标 跟刚才的腾讯 都是差不多 有一个分别 就是它的STC%K 是升回到%D上面 是转好 即是五个珠技术分析指标 四个好中期形势是向好的 比腾讯好些 即是短线投机可以 可以买阿里巴巴 但是 假如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或者你不选择其他更好的股份 更强势的股份 阿里巴巴可以 不过注码 是可以用中注 它用中注 为什么中注呢? 腾讯是小柱 腾讯是三个指标利好 它有四个指标利好 所以用中注 阿里巴巴是好些的 暂时它的支持位 就是这个 12月20日低位 就是82.5 阻力位似乎 就已经由这个高位 93.2 9号高位 今月说的 下而去 19号高位 90.8 即是等突破 就是看 会不会跌穿82.5 或者 升破98 继续再升破93.2 暂时看就是这样 如果 又是这样说 如果这个守不了 82的半关口 守不了的话 就 要看这样 就要看由这个低位 72.2 不是72.2 应该是69.8 69.8 就升到上去 93.2 的回落 0.382 量度低肤目标 就是一组到 就是看0.5 和0.6 6.8 分别是 81.5 和78.3 78.7 3,9 就会有点麻烦 不要失手 这个位置 82.5 希望不要失手 后市就会好一点 由于指标 都是相对好一点 还是向好的形势 所以 不是没有希望的 机会也略高 这个高位要看 83.5 支持 83.5 支持 不要失手 83.5 跟这个 刚才说过的 82.5 就是差不多 第三个要说的是 尾团 尾团 尾团的技术分析指标 之中 尾团 很漂亮 为什麽呢 1 2 3 4 因为连MACD 那个差距 仍在零线上 什麽叫仍在 之前曾经有一天跌过去 变了负数 发出牛红公信号 不过确认不到 因为第二天马上回来 今天呢 星期五 上星期五 仍在上面 五个指标 这就是三个科技股之中 我刚刚说完三个科技股之中 市值最大的三个科技股之中 短期形势最好的 是可以 大注持货的 长线投机的话 三个科技股之中 这就是最漂亮 相对地最差 是腾讯 跟着阿里巴巴 最好是美团 可以大注 我又来看 支持位置在哪 很明显 16号低位 170.7 170.7 上边阻力 就要看这个 9号高位 188.9 又是等突破那种 指标这样就好 如果我们说向下突破呢 我们就由这个低位度 128.5 度到去 这个低位不是128.5 128.5 度到去这个高位 188.9 回落 0.382倍是未到的 看着两个 0.382倍是165.83 接着0.5倍 是158.7 0.68倍的量度跌幅目标 不用到的 就是151.5 前升浪顶 就是 170.3 170.3 又是跟0.382倍 差不多 即是我们有四个支持位 就是 173 11月15号高位 以及 刚才三个量度跌幅目标 你看到我三个股份 都用相同的方法 分析方法 和大家计算一下 支持位在哪 以及 网上突破要破什么位 方便大家比较 接着第四个 就不是科技股 是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 最近 没有什么突破 完全没有什么方向感 应该不是突破 关键位 就是 今月20号低位 4.56 支持 很重要 当然 不要失手 但 短期的阻力位 已经下移了 由 这个 对不对 4.6 半 由 4.7 7 今月7号高位 已经下移到 最新的 4.75 是12月14号高位 要等突破 就是什么突破 就是 4.59 至4.75 之间 等突破 当然 再向上突破 就是4.77 4.77 即是这个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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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份 没有什么方向感 这股份 5G 技术分析指标 这股份 差很多 因为只有RSISTC 利好 其他三股份都淡 所以 短期形势这股份 偏淡 是不适宜用作短舌头机 再说一次 不适宜 短舌头机 不会考虑 万一再跌下去 我们再度计量 这个低位 11月21日低位 4.74 开始升到上去 4.77 4.77 4.77 就是7日高位 今月 回落的 0.382倍 一早到了 0.5倍 也到了 看实这个位 0.618 目标 4.56 不容有失 最后 我们来看看 9.41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 5个初期速分析指标 1.2.3 3好2淡 形势偏好 跟腾讯一样 可以用小柱短线投机 可以用小柱短线投机 最低的 最低的 近日 是见过 我看看哪个低点 50.75 这个 50.9 50.8 最低的 50.75 最低位 12月9日低位 50.75 50.75 由哪个跌来的 是3日交易前的 高位 53.4 即是12月6日 跌来的 现在最高翻上去 好像挺漂亮的 但是 52.3 最高见过是上星期四 看到的12月22日 很明显 这个低位 不能失手 50.75 高位 有待突破 53.4 难度 有点难度 最不好是 星期四出了上升 裂口 本来是51.5 至到 51.7 谁知道 上个星期五日跌至51.3.5 完全补充迅速备 有点麻烦 显示之前的高位 反弹高位 12日高位 52.5 是有一定的阻力 可以作为短期的 好淡分水 站在上面就好 站不到在上面 恐怕要下试 50.75 关口支持 50.75 关口支持 都失手了 就由这里来量度 这个股份很低位 量度到46.8 低位是46.8 升到上去 高位是53.4 跌回来的0.382倍 量度跌幅目标 到了 即是说 如果50.75 支持失手 去看两个 就是0.5倍 和0.618倍 量度跌幅目标 50.1 和49.32 大家要小心 今天 港股假期分析 就讲完了 明天 港股价后服市 明天 我会跟大家做 港股市前分析 到时见 大家继续享受 圣诞节假期 多谢各位收听 好 好